目前完成的部分,無人機上面的掃描器已經全部都完成了 而且底下的G-Hub網址可以點進去看 所有的方法、安裝方法、設定方法、SOP 上面都會有 重點是我們現在克服了,用最輕的蘇美派的版本 POTO含電池36克,我希望這個目標可以達到35克以下 因為無人機就是重要最重要 因為你要去搜尋,你重要和太重你飛行的距離就蠻短的 再來講就是我們就利用簡單的充電型的升壓板 再加上最輕型的那個蘇美派就結合起來 目前我們的SOP,我們就是第一個 就是取得GPS坐標或大約的位置 可以透過這個Bitcoin scan放在無人機上面 做任務規劃,特定位置搜尋 如果你發現Bitcoin之後,它等一下影片會看到 它就會自動,藍燈就會亮 方便無人機的操作,它不需要太多的學習就可以了 它只要看到鏡頭有藍燈 大概知道那個Bitcoin定位的位置就可以知道 大約就是要搜尋的位置在哪裡 所以這個還蠻好用的簡單化 看到藍燈之後呢 無人機就是直接拍一張照片 無人機上面的照片會有附GPS坐標 現在回來把這個坐標讀取 回到第一面的人員 就完成了 SOP一樣喔,放在DHub上面 這個如果亮這個燈 如果你拍照它會亮 藍燈亮之後 你可以把照片啊 放到一般那個Mac的電腦 或Windows的電腦 它可以讀GPS坐標 如果真的都沒有齁 像GPS Photo一樣齁 它有那種讀取坐標的功能 就可以讀取 跟大家講 這是剛剛在那個資訊手段門口開的 它就是掛在 設備掛在一邊 它鏡頭往下的時候會看得到 但是如果鏡頭 鏡頭不往下的時候 它往前面的話 可以在執行搜尋的任務 如果最簡單的話不影響 它只要簡單學習 它就可以使用這個設備 而且重量很輕 來實測 掃描器齁 就是直接就是三十幾克的那個 就放在左邊齁 那你把它 如果你輸入坐標之後 它就用軟體 它就可以飛上特定區域 或者是你等一下看到這個 它可以用軟體直接規劃 讓它都不知道坐標大約位置 它就這樣可以去掃 那像這種啊 如果你不用這種類似這種 一根基礎座 其實在這樣的森林裡面 或樹 樹叢裡面 其實找不太到 那這是我們在執行規劃 飛行的那個畫面 擷取的 這樣你看喔 那個右上角這個風力都很大 如果 因為大部分操作者 如果你不設計這麼簡單的東西 它在操作的時候其實 要克服的東西蠻多的風力 是最大的影響 還有等一下你看到這種 如果在搜尋這種 海岸地形的時候 它側風更嚴重 那等一下 我們會看到的那個在 你搜尋登山 山區的步道 或者是零線的時候 那個側風 跟風力都很大 現在看到它是緩慢 風力還好 這個狀況 風力還好 你看的其實都無所謂 所以等一下下一個 下一個片段這一個 就很 很刺激很驚險 這個 它不是我們飛得快 是被風吹著跑 你要控制它 控制它 方向不要偏調去搜尋 搜尋 搜尋區域的那個狀況 如果正常 正常如果不結合這種 Bitcoin這種應用 它就直接人力 人力這樣 來回去搜尋 效果會比較不好 如果搭上這種 Bitcoin 跟Bitcoin掃描器 這樣來做 效果會比較好 它只要 只要看那個 Bitcoin燈號 有亮之後 它可以自動拍照 就可以把GPS定位 回來 我們就回到GPS 坐標 大約的位置 這樣就可以完成這個搜尋 好 這個 如果有興趣等一下可以看 這個是我們在剛剛那個 資訊所外面 做的測試 如果有興趣 等一下可以來看 OK 謝謝 謝謝 我們先把開放的問題 好不好 有沒有問題 請問那個PIC的範圍 我們實測 其實看 就是看你地形跟天氣 我們實測 最短最短 30到60 一定可以 一定可以收得到 我實測最遠的距離 就是 100多公尺到200多公尺 可是就看你使用的 因為現在我們 那個公佈的方法是有 第一個你可以使用空白 或者等一下你看到 我去買歐洲一個 OpenSource 那個Bitone 他號稱是 最遠一公里 就說 看你的應用 但是因為 那個有關係是 萊牙的規格 就是萊牙你是 4.0 或4.2 或萊牙5.0 他一直在這個規格 謝謝 好 那個有其他的 就回歸給他 然後我們上次 我們就是在 其中報告之前 有先 就是其中前聊聊 好像有提到說要做網站 有沒有 這下規劃 這幾天會上線 好 這幾天會上線 大家聽到了 趕快記下來 好 下一組 就是阿龜製 這幾天 就是阿龜製